字幕提供 接下來第一次的角色 傳播世界國新入財 明台將軍 下方組織的豪華春選團 番野 范冰冰在台北現身啦 一年一度的全球購物業 今年依舊是眾星雲集 我來往前一點好不好 番野我來往前一點 OK 出現 來 看前面 多麼有氣勢啊 范爺一身出來 戚褲裝 參加派對 一出場就搶走了 所有藝人的風采 好 謝謝小朋友 所有的台北的 朋友大家好 大家好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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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要常來了 因為我很喜歡台北 有好吃的 有好朋友 然後還有很多工作 可以有機會來這裡 說得好朋友 范爺你可以有關心 好姐妹林欣如下巴的傷勢啊 有發了微信 然後有看到 她就是太不小心了嘛 但是我覺得 應該也不會有什麼問題 因為我們都幫她 準備好了疤痕貼 然後可以貼疤痕的 我想應該不會有大問題 好啦 關心完朋友 當然就要問問大家 最想知道的 范爺和男友里程的婚事啊 沒有 沒有 沒有沒有 我怎麼敢搶了 小明哥的風頭呢 我覺得是 其實每一個人 都對自己的這個 幸福是有自己的把握 跟這個願望 所以我覺得小明哥 真的到時間了 他已經那麼大了 他要結婚了 我比他小很多啊 我還可以再抹蹭抹蹭吧 真的是皇帝不急 急死太監啊 好想趕快看你和里程 開花結果 有你的結果嗎 我覺得每一段 這樣的美好的情感 其實都是要奔著一個 美好的願望 希望有一個好結果 然後我們也在 努力的過程當中 我覺得會有好結果吧 應該是的 那不曉得 范爺夢想中的婚禮 是什麼樣子呢 因為我是這個 演員的職業 所以常常有結婚的場景 我還真的沒有認真想過 下次來台北告訴你結果 趕快再來台北呀 爸爸